我是莉莉安心语 今天想来谈一谈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自律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自律等于自由 而且很多人在自律的这条路上也和我一样付出了很多努力 受过很多的挫折 那么我就将我在自律这条路上总结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形成真正自律的生活 然后达到自律等于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四点非常的重要 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设想一下 自律以后你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你的理想的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二点的话也非常的至关重要 就是在你执行你自己自律的计划之前 请一定拿出一个小本子 列出你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一些什么样的缺点 想要改正一些什么样的缺点 然后另外的话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记录一下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花费在了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记录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是让你发现你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事上 哪一些人和事是值得你继续花费时间和精力 而哪一些人和事 可能你就不用再花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和消磨在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面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你会非常客观的观察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你整个时间经历的一个投入状况 第三点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在自律的过程当中和我犯过同样的错误 就是希望一下子能够达到自律的生活 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就有一种急功近律急于求成的心态 一下子给自己制定很多的计划 但是如果自己不能实行这样的一些计划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严重的挫败感 形成良好的习惯 形成新的自律的生活方式 就跟健身一样 一定要做到循序渐进 你只有点滴的去形成 慢慢的去形成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过程当中 你才不会容易受挫 才会慢慢的让它变成自己良好的习惯 融入到你的身体当中 第四点的话 其实跟第三点也仅仅相关 就是一定要放弃一口气 吃成一个大胖子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非常的建议是用三个月的时间 来形成一个新的习惯 比如说2021年 头三个月我用于减肥 后三个月我用于健身 再来接下来的三个月的话 我用于学习英语 再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用于学习投资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每三个月去形成一个新的好的习惯 这样的话你会逐渐的增加好的习惯 希望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分享 对于帮助你形成自律的习惯 自律的生活有很多帮助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你有所启发 谢谢